大家好,我是Brotish的冯家恩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 忘了交作业的小马 星期一,小动物们一起 蹦蹦跳跳的来到学校 大家一走进教室 就拿出自己的家庭作业本 交给山羊老师 只有小马一动也不动 坐在座位上 头上还一直冒汗呢 山羊老师开始数作业本了 他数了一遍,又一遍 咦,怎么就是少了一本呢 今天的作业少了一份 是学没教 山羊老师问 小马一听 只好慢吞吞地站了起来 山羊老师一看 原来是小马呀 他严肃地对小马说 小马,你怎么没叫作业呀 小马吞吞吐吐地说 我,我 原来小马昨天和小伙伴玩游戏玩得太开心 忘记,忘记写作业了 但是今天早上走得急 忘记,忘记带了 小马又着急又害怕 怕山羊老师看出他在撒谎 瞧,他的小脸都张得通红通红的了 手脚还在不停地发抖 小心脏 扑通扑通地跳 好像要跳出来了 山羊老师听了 什么也没说 只是一直盯着小马 小马吓得头都不敢抬 过了很久很久 山羊老师终于说话了 那好吧 我相信小马同学是一个成熟的好孩子 你下午再教上来吧 听了山羊老师的话 小马终于松了一口气 可是小马根本都没有写作业 下午拿什么教给山羊老师呢 小马想要笑 根本没法安静下来 连老师讲的课都听不进去了 看来杀谎真是不是一个好办法 想了好久 小马终于下定决心地找山羊老师承认错误 他鼓气 他鼓气勇气 走到山羊老师跟前 红着脸说 对不起老师 我说谎了 我昨天只哭着玩 没有写作业 我错了 山羊老师听了小马的话 点前头说 小马 知错就改 你还是个好孩子 山羊老师的话 因果落 教室里就想起了掌声 小马的心热乎乎的 这下课真是舒服极了 从那以后 小马再也没有忘记写作业了 也没有再杀过房了 小朋友 做错事就一定要改 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加以改正 才是个好孩子啊 嗯 判断 我们下转了 我疯了